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在加州的一些公司企业 如何防范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特别是还有些 我们大家知道海外来的一些新的公司 在美国开公司的时候有注意的问题 我们首先知道美国有一个别名叫 Corporate American 美国是一个公司化的国家 言外之意美国基本上除了美国政府以外 主要是美国公司 美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 所以有一句名言 The busi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business 美国的要做的生意就是生意 这时候为什么美国所谓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就要赚钱为目的 赚钱主要是公司 我现在讲你为什么要成立公司 成立公司有几个好处 成立公司 其中一个好处叫有限责任 大家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就是说 你比如说有100栋房子 你自己 你成立公司 你欠了100栋房子的钱 可是你的公司是跟你分开的 即使你公司破产了以后 你这100栋房子的钱 也不用还到公司里边去 这就是公司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把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分开 所以叫有限责任 什么叫有限责任 就是你的责任要限制到公司财产 当然了 这个官司里边有的时候 华人的公司混在一块 这公司钱和个人钱混在一块 那容易就会叫人穿破公司这张纸 叫穿破公司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term 叫piercing corporate will 就是你完全不是公司 你成立公司完全目的 就是为了自己混淆这事也不行 所以首先大家知道 在美国成立公司 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避免个人责任 这个可能就是说 大家就是 当然我们有小公司 那个都不叫公司 那个叫什么呢 叫个人的一些注册的 一些叫DBA 等于你个人要承担所有的债务 对吧 那在加州住的公司呢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就是成立一个所谓叫LLC 这个也是有限责任的 有限责任 大家知道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就是要把个人责任分开 公司成立以后会有什么情况呢 一般有个800块钱 公司成立的税 你的盈利的部分要交税 对吧 交税呢 要根据这个你的做什么生意 另外加州一些这个规定 但是有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公司会产些债务风险 税务风险 甚至还有一些 可能触犯刑法的危险 我从最大的往下讲 我们有过这么一个案子 这个公司呢 做玩具的 做玩具以后呢 他的客人来买玩具 每次都是拿这个 拿这个现金来买的 每次买的时候 他存5000块钱 对吧 这个公司老板存5000块钱 这个过了一年以后呢 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找上门来了 为什么呢 买东西的钱 是贩毒的钱 那你的公司里边呢 涉及到所谓 Money Laundry 洗钱 所以大家知道 公司很忌讳 走这个 所谓的这个现金 如果老是给你现金走 这个不通过这个 一个正常渠道的话呢 你在拿银行出去 出一笔货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这我们今生经历了一个案子 所以大家第一 特别要小心 如果你的货款 总是拿现金过来的 对吧 这是很不好 还有一个案子 就是China Town 一个案子 对吧 他的整个这个老板呢 FIA进了以后 都几十万的现金 在这这个桌子底下 对吧 在大陆呢 曾经是有一段 现金很流行 对吧 支票很不流行 在现在支付宝又流行 所以在美国 大家知道 要走现金呢 是一个容易产生风险的 一个路子 这第一点 第二点 美国呢 知道呢 这个税收的很重的国家 对吧 就是说或者是你呢 这个要交税 那大家呢 有的叫 说好那些合理避税 有的不好的 就是叫怎么逃税 这个是合理避税这事呢 我个人认为呢 会计师设计的应该比较多 所以找一个比较好的会计师 很重要 这个我给大家讲 这个一个道理 有的会计师经历比较多 找一个有经验的会计师 给你出一些财务上的这种主意 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也见过有的会计师呢 确实有的 也是这个有问题 对吧 我们最近有一个案例 也是跟我像讲的差不多 是他会计师呢 介绍一个客人 这个客人呢 就是老是开张支票呢 这个去 这个他那个公司 他都没见过公司 给他开个1099 他都给cash 就拿他拿现金换支票 现金换支票 最后呢 他有一天 他发现账户全被封掉了 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公司出事了 所以也不是说经常个人出事 有时候公司也会出事 还有情况下呢 我们知道呢 今天要特意讲一讲 那个新兴的一个公司 叫L1公司 大家知道呢 我们加州呢 曾经是这个美国 办这个绿卡 这个比较热的地方 各式各样绿卡 在全美国加州最容易 这个可能加州率是优秀率是比较多 开玩笑 这个L1公司有个特点 L1公司实际也是美国的公司 但是L1的公司的整个这个 他的所有权是美国 中国大陆的 我们知道L1公司呢 在美国呢 有几个要求 就是母公司在国内 子公司在L1 子公司在美国 在美国呢 这个你要做生意 那美国移民法里边 这个L1公司和美国 这个一般州理商法的这个概念 有很大的不同 什么叫很大的不同呢 操作起来很大的不同 我们知道在加州注册一个公司 你一个人就可以公司是一个人就可以了 一个可以是他的总裁 也可以是他的财务长 也可以是他的秘书 但是在L1公司的情况下呢 你要如果能顺利拿到绿卡的话 甚至你维持一个公司运作 移民局会监管的 他总是要认为你这个公司要有相当的规模 相当的规模在美国只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雇多少人 一个是交多少税 对吧 那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今天利用这个平台跟大家解释一下 可能很多朋友在这开的公司雇了人 第一年还不错 第二年就雇不下去了 第三年这公司就快黄了 对吧 我们知道在一个商业社会 100个公司99个可能90吧 可能是做不下去 那那10个怎么做呢 这个L1公司里边呢 就是一般你要七八个人 一年几百万营业额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给大家造成很大的困惑 怎么样在美国维持一个L1公司 对吧 我建议是这么建议的 如果这个L1公司呢 不是为了拿来给某一个总裁 给某一个朋友 给某一个国内的老板 做绿卡的话呢 大家能在美国能少雇人就少雇人 对吧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 强调个人奋斗的国家 一个人会顶好几个人 当然美国人工比较贵 对吧 我常常开玩笑 我说在这雇一个人 可以在中国雇十个人 对吧 当然现在中国工资也高了 可能雇五个人差不多吧 所以雇人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说呢 怎么样合理的呢 把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利益最大化 利益最大化有两个 一个你开发新的客户 一个还是那句话 要缩小规模 如果不是办理卡的话呢 大家可以考虑少雇一些人 或者外包一些东西 另外美国你也知道 这个是一个 这个很耗费这个钱的这么一个生意 这么一个模式 美国有几个好 有几个不好 好呢 是什么好呢 注册比较容易 我们知道在美国注册公司 政府很少来监管你 没有国税 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消防局啊 没有这个 这个什么 卫生局啊 没有这个工商局啊 没有政府啊 对吧 但不好的话呢 它确实这个税收 你每年你要按时报 报的时候呢 整个税收比较高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呢 有利有逼 但总的来讲 在美国做生意的 还是比较容易一些 怎么样省钱呢 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呢 除了你要一个好的会计师呢 你们公司有一套 比较好的财务计划 我也看过很多 中国来的公司啊 这个都是夫妻老婆店 对吧 太太英文也不太懂 我们知道在中国做账的 跟在美国做账 有相似有不相似的 美国首先都是英文 中国都是中文 我见了很多 所谓做财务的 很多做财务 在美国做不了这个财务 所以在公司里边呢 应该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做财务的一个 这么一个懂英文的 有一套比较好的财务计划 另外呢 要避免一些大的失误 比如像我刚才讲 有很多人来了以后 觉得钱能赚 几十万现金进来了 几十万现金进来 叫杀身之祸 绝对不是好事 第二就是把这会计师呢 一定要做 好在中国呢 对不起 好在洛杉矶呢 基本上还是那个 懂双语的会计师比较多 找一个有建议会计师 第三自己 一个比较好的财务计划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能把公司不需要的开销 尽量减掉 对吧 另外呢 就是说避免一些 债务纠纷 对吧 那我也知道 这个在这个 洛杉矶做这个 进出口的比较多 进出口的话 经常是欠钱的 不欠钱的 对吧 我们接的案子 也有很多这种财务纠纷 另外呢 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有的时候呢 这个 国税局会来查账 国税局什么时候会来查账呢 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中你这个情况 现金出入太多 虽然没有设到形式 比如餐厅 中国的餐厅呢 经常会被查账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呢 有人举报 这个举报的情况下 五花八门 告到国税局 美国是特效 民不举 官不揪 但是民一举 官必揪 对吧 如果国税局 认为你这个 到一定规模了 你老是这个亏损 对吧 你这个财务 五年你这个 营业额好几百万 上千万 你不交税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 也容易被国税局查账 这个国税局查账呢 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 反正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每年你报税的时候呢 应该找一个比较好的 会计师做的比较好 避免国税局查账 所以讲到这么几点 从大的 从形式啊 商业啊 税务啊 希望大家呢 还有这个移民啊 希望大家呢 在美国呢 这个非常不容易 在开一个公司 最后一个 一个一个想法 一点一点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 下来以后呢 觉得呢 在美国容易这个 生存发展的公司呢 是往往是外贸 就美国比较这个 用的比较多的产品吧 对吧 从工业品 日用品 但是最近有一个新的特点 就美贸易战 这个关税要提高了 所以这一点又给在 美国的这个 这个企业一些 新的一些障碍 还有一个呢 我们还知道一个 最新的大陆的消息 就从去年开始呢 中国外汇管制 很多这个重大资金 出不来了 一点点倒 所以现在来讲 实际上对美国 在美国新开公司 和存在公司的业主呢 是一个挑战期 希望大家呢 能顺顺利利 找出自己的办法 度过这个挑战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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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